第四题大雄手持绳子左端P点上下振动一次后形成如右图的波形 请问P点振动一次的运动路径为下列合者 老师上课强调过波在前进的时候波形会前进能量会前进但是介质不会前进 所以我们的P绝对不会走到AB这个方向来 所以选项A跟B呢都是错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根据波的形状 我们发现我们后面的波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的P应该首先要到Q 然后呢到了P 然后再回到R 然后在最后再回到P 也就是PQPRP的这个路径 也就是我们选项C的答案是对的 第四题问我们说 请问P点振动一次的运动路径为下列合者 我们答案选择是C P Q P R P